市長說好 盧秀燕下台 市長說好 盧秀燕下台 市長說好 盧秀燕下台 IT的處長要來台中訪問她的時候 她當時沒有跟人家講說 會有媒體公開的訪問 讓她可以做這場秀 所以人家才來 但是人家來了之後 她在無預警的狀況底下 把媒體拉進來 然後做了一場秀 這是在國際禮儀上面 非常失禮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非常罕見的 她大概是台灣唯一一位市長 被AIT官員直接發言 或者是公開的文字 來譴責的一位市長 台灣的市長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真的是丟台中人的臉 所以她所謂的媽媽市長 完全是騙人的 因為她對於萊克多巴胺的肉品的進口 她說了謊 第二 她在AIT的處長來訪的時候 她也騙了對方 這樣的市長就是雙面市長 這樣的市長就是說謊的市長 而且她的謊言不只在AIT的面前 不只在媒體面前 她是在議事廳的議事大堂 那個針對議員的質詢的過程當中 她竟然公然說謊 在回答議員的質詢 她能夠以謊言來回答 這對議會來講是奇齒大辱 是非常大的侮辱 所以我們市議會一定要硬起來 我們民進黨的率先要求 趕在議事廳說謊的市長 必須要下台 盧秀燕必須要下台 盧秀燕下台 市長說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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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秀燕下台 有關美豬美牛 我們政府的立場 非常一貫 就是一定保護國人的健康第一 同時我們是依據科學的證據 國際的標準 我們不會 人家國際各國可以 台灣自己令定一個標準 或者台灣豬要 已經口提議拔針成功 準備要賣到外國去 卻不准外國的來 這樣在世界上 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互動 但無論如何 政府一定保護國人健康為第一 並且任何的產品 不是只有哪一國的 而是台灣本來就有農產履歷標示 已經行之有年 越做越細 越做越好 對於外國進口的任何產品 同樣我們也都要求 明白的標示 我們的消費者也越來越強 越來越進步 都懂得怎麼樣做抉擇 這也是進步國家成熟社會 應該有的態度 政府一定嚴格把關 請大家放心 那對於有關租農 有關產業 如果有 因此會有任何其他方面 我們可以政府助力的部分 我們就像以前 在防止灰州 豬瘟 一直到今天 還在努力的 做 向口提議巴針 二十四年來 終於成功 一樣 我們會保護豬籠 我們會保護國內 所有的產業 自從蔡總統上台以來 有效改善了周邊水域的互動 所以比起蔡總統上任前的多次漁民被騷擾 甚至漁船被扣押的情形有改善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樣已經折騰海巡署 漁業署 整個了解 我們不容漁民 合法全力 遭受侵害 阻礙 如果有任何 我們站在理上的話 漁民受損害 我們政府都會幫忙協助求償 要了解整個事情的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的事實狀況 做判斷